联合过调停这个世界的争端 几十年没有办法调得好 原因是什么 都是认为对方不跟我 从来没有想到说 我要跟对方活 活平才能实现 对方不跟我活 我跟他活 活平就能实现 他不跟我活 我也不跟他活 这就对了 永远不可能有活平实现 中国古神仙仙说 行有不得了翻求助击 都没有做翻求助击的功夫 我们想和谐 要有没有翻新 我有没有跟他活的心愿 先有心愿 然后有方法 打我 不还手 骂我 不还口 后篇就降临了 那这个里头 真正的道理 世间人看不懂 佛菩萨 佛菩萨懂吗 佛菩萨有能力 看三十英国 所以有人说 佛不能学 佛太软弱了 学了佛 人都去吃亏了 这能学吗 打我杀我 都不还 还手 随他打 随他杀 哪有这种事情 这不太懦弱了吗 如果看到三十英国 你就明白了 他这个心慈悲 受别人 毁报 受别人羞辱 受别人陷害 受别人张难 菩萨知道了 那是消业障 你被人杀了 业障全消了 来生什么 来生你的佛报 他更大 智慧更大 到哪里来呢 可能就到那个富贵人家 他就投胎了 他经营一生 到最后全部给你 这是看到 因果的人啊 明了啊 没有毒趣啊 他最后全部给你啊 他经营的更好 到最后他死了 他死了 要堕山土 为什么他造的罪业种啊 你死了之后 做他的儿子孙子 他家那个产业 全部给你了 嗯 有没有强去 没有啊 这个身的四十真相 一般人看不懂啊 一般人要抵抗啊 要对打了 对打两命 多少岁 你虽然你真正了解 佛菩萨高明 啊 也就是 这个财 命力的是你 别人抢不去 你放心 你被他杀了 他还没抢去 啊 除非你自己死了 你自己要没有死 他就是你的 啊 我以前也常常讲一个故事 真的 不是讲的 我在台北讲了一句 每一天来听经的 吴于庆老居士 他是个小企业家 啊 在那个年代 九大学很风险呢 啊 每个人出门都是 骑九大学 他就是制造 九大学 啊 每一天来听经 他们家富裕啊 递了个录音机来 那个录音机是原盘的 原盘交代的 啊 很重 每一天递来 把我讲了年纪录下去 啊 所以 我有一套完整的录音带 他收藏 啊 这个人也往生了 啊 几十年前的事情 他告诉我 他年轻时候在上海 做生 一个朋友 啊 也是生业人 啊 是个小 轮船公司的老板 啊 他怎么起家的呢 啊 原来在一个德国人 开的这个小轮船公司 船只有一艘 所以这个公司不大 只有一条船 渡轮 啊 就好像香港到九龙 这渡轮 啊 啊 经营这个 啊 这是他的伙计 非常老实 非常厚道 啊 很可靠 战争爆发 他回过去了 就把这个公司 委托给他 以后再也没回来了 这公司就变成他的了 他经营的不错 以后又买了几条 轮船 啊 随着公司慢慢就扩大了 啊 好像是在他 五十岁还是六十岁的生日 啊 他那时有个小孩 十一二岁 念小学 啊 这小孩非常顽皮 啊 就一个小孩嘛 娇生惯养 啊 啊 祝生日这一天 他突然 看到的儿子 那个面孔啊 是他的老板 他是个修佛的 心里 马上就明白了 老板 投胎 做他的儿子 财产 这鬼道 啊 啊 所以他立刻就向大家宣布 啊 他所有的产业子 归到儿子名下 这是很聪明 啊 他知道老板 投胎到他家里 做他儿子 啊 这吴于清 老居士 告诉我这个事情 这是他青年看到的 啊 好好地来教这个儿子 培养这个儿子 啊 英国通三世 啊 他没有赠送给你 你带他管理 最后还是要归他 所以他很聪明 马上就还给他 啊 采晓的这个儿子 叛逆 不听话 啊 家里有钱 浪费 啊 那么这样转过来 那么小孩的态度 叫好 不对立了 原来是对立的 啊 这他心里很清楚 啊 所以 世间一切 离死 只有福 看得透彻了 看得清楚啊 云云云相报的事情 决定不能做啊 欠命的要还命 账就了了 账债的要还钱 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大家能能够 大家能和牧相处 富贵的 要常常救济贫穷 让大家的生活都能过得去 富贵减一分享受 贫穷就能得到温暖 他就能感恩 冤结才能永远化解 这个好词就不 眼前好像是吃亏 这是一般人没看到 你要看到三世英国 你才知道 他这种处置方法是决定正确的 去修佛修什么 修智慧 智慧处理问题 这才是真正的复得了 不会把问题搞错 不会把问题搞僵 真正能活顺一力 最后达到的效果是欢乐辞小 人与人之间 报恩报怨 讨债还债 就是搞这些把戏 四十真相 只有佛菩萨看穿了 所以佛菩萨教导我们 句句是真实话 让我们了解四十真相 把所有冤界全部化解 都要解释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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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